中国羽毛球队在夺得苏迪曼杯和尤博杯冠军之后出于保护运动员考虑 在丹麦羽毛球公开赛上的阵容上选择了战略性保留 结束欧洲征途之后前队上下返回国内进行封闭集训 备战将在12月12日至19日与西班牙举办的年终压轴大戏羽毛球世锦赛 本次比赛对于国羽而言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在高功了进一个赛季之后 全队能否在世锦赛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成为球员和广大球迷的最大期盼 世锦赛是羽毛球世界三大赛之一 迎集了各路高手 对于国羽主力队员而言要想拿到冠军并不容易 即将到来的世锦赛对于国羽大家可以有哪些期待呢 2021年对于中国羽毛球队而言是大丰收的一年 东京奥运会 他们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打进了全部单向的决赛 并且最终拿到了混双和女单的冠军 两枚金牌和四枚银牌的成绩 大大超越了上届里运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之后 所有人都对国羽刮目相看 而转战苏迪麦杯和汤油杯 他们在张军的带领下低开高手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冠亚军争夺战 面对老对手日本队国羽上下一心依靠团队作战 最终击败对手再次捧起苏迪麦杯冠军奖杯 汤油杯在场 女队战胜日本队重夺游博杯 以年轻阵容出战的男队 虽然在决赛中不敌整体实力雄厚的印尼队 但年轻球员的表现值得称赞 为了蓄力世锦赛 国羽教练组在保护主力球员的前提下 有针对性的调兵潜将 参加各分战赛的争夺 而在西班牙的维尔瓦 国羽将再次向各单项的冠军发起冲击 中国队将会派出最强阵容 角逐世锦赛 此前缺席丹麦赛的石宇齐 陈宇飞 一号男双双塔组合 世界第一混双雅斯组合 都将重回赛场 南单方面 世界排名第11位的石宇齐和小将陆光组 将是中国队男单的希望 石宇齐在苏迪曼杯比赛中表现不错 为球队夺冠 结尽了全部力量 而在汤姆斯杯比赛中 他出现了伤病情况 世锦赛能否满血复活 值得期待 国羽女单的陈宇飞 何冰娇 以及王芷怡 有望在世锦赛上大放一台 尤其是陈宇飞 如果能夺冠 他将距离大满冠 紧一步之遥 女双与男双的争夺 将会一如既往的激烈 不过这一次 国羽男双的李俊慧和刘宇晨 将有望再次联手 冲击世锦赛冠军 女双奥运亚军陈宇辰和贾亦凡 目前状态增加 但马在退出之后 他们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进行休整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世锦赛中全力以赴 国羽在混双方面 将是一支独秀 此前高挂免战牌的郑思维和黄雅雄 将在世锦赛付出 而两人与王毅律和黄东平的对决 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在接连输掉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之后 鸭斯组合能否在面对黄鸭组合时扳回议程 本届世锦赛或将揭晓答案